大家好,金枝玉叶到了冬季之后呢,就开始狂掉叶子 而且呢,不掉的叶子都出现了发黄打粘这种情况 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温度导致的 因为气候已经是慢慢的下降了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呢,采取一些措施 让它能够更好地度过这个冬季 因为这个金枝玉叶也可以说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吧 因为它的枝干,这个叶子里面都含有很多的水分 所以在冬季养护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就要更加的小心一些 第一个就是要保温 如果温度过低的话呢,会导致这个金枝玉叶落叶 要及时的拿到这个温暖的地方 最少呢,要保持1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 才可以呢,让它正常的生长过冬 如果低于10度的话呢,它就会进入休眠 低于零度的话呢,这个金枝玉叶就会被冻伤 很难度过冬季了 还有这个叶片落得光秃秃,特别的难看 要及时的检查一下根部是不是出现了这个冻伤 如果它的金枝部分呢,出现了冻伤,会变得软塌塌 要及时的修剪掉,避免呢,继续蔓延 修剪之后的伤口呢,要涂抹这个多菌磷 避免这个病菌从切口这里侵害这个子猪 第二个就是要控制胶水 金枝玉叶呢,本身呢,也是可以说是多肉植物 它的叶片和金干呢,都特别的肥厚,非常的耐旱的 但是温度太低,生长又比较缓慢的时候呢 一定要减少这个胶水的次数 靠着本身积蓄的水分和养分呢,就可以过冬了 等到这个叶片发软打粘的时候呢,再少量的给水 也就是给它一点生命水就可以了 不用浇的太多,浇的太多呢,就导致这个盆土过湿呢 要不就把它冻成了冰戈的,要么呢,就是积水闷根了 还有第三个就是要多晒太阳 金枝玉叶呢,它本身呢,就比较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 如果有条件可以多晒太阳的话呢 就可以给它多晒一些太阳 如果光照不足,金枝玉叶呢,就容易出现这个 这个静节非常细长,而且呢,涂长落叶的现象 冬天多晒太阳呢,更有利于提升这个光合作用 让它的自身营养呢,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吸收 也能够提高它在冬季的这个抗寒性 这三个方面呢,就是金枝玉叶在月冬的时候的关键养护要点 只要把它们牢牢的把握住 那么在冬季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好,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